包 紅包這個就是一個 資本族下噁心的產物 我快吐了 你以前小時候有拿過紅包嗎 若是有的話 你長大就是得包 因為怎麼可能說 你小時候拿紅包好開心好開心 到了你要給的時候 你反而覺得捨不得啦 小氣啦 不想給啦 有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道義的責任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小時候為什麼過年要紅包 因為對於小孩來講 平常可能你用錢不夠 可是一到過年的時候 可以看到自己好久不見的遠房親戚 可能表哥 表姐 表妹或什麼的 然後大家一起拿到的紅包 然後一起去買東西吃 然後在家裡賭博 你不覺得整個家裡的氣氛 非常的和諧嗎 太棒了 對不對 就是你拿到紅包錢 不只是長輩對你的關愛 沒錯 關愛 你感覺到好溫暖 搖晃拿到了 有錢可以買自然的小零食 什麼罐頭反應嗎 我開心啦 你忍心剝奪以後 小孩子這個開心的權利嗎 你應該不忍心吧 你都有拿過 他們也可以拿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包 不管是給長輩 小孩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傳承 這是一個美意 這是一個祝福 我主張過年當然應該要包紅包 不是因為我愛錢 也不是因為我愛花錢 是因為我特別認同包紅包這個文化 就像剛剛喬心說的 包紅包以前是壓碎壓碎 壓住斜碎的意思 所以它變成壓碎錢 它象徵了一種對於新生兒的祝福 還有傳遞的精神 那時隔至今 它代表什麼呢 它代表我們作為一個晚輩 想要給長輩孝敬的心意嘛 好 那在這個時候 我要問大家了 我當然知道反方今天 站在很前衛的立場 他們不只是沒錢 他們等一下有可能上來跟大家說 這些文化太迂腐 或者這些文化太落伍 可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些東西喔 其實啊 根本一點不迂腐 也一點都不落伍 身為一個台大學生 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們台大最難標信力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標信力不是最重要的 過年你要不要包紅包要 結婚你要不要包紅包要 如果人家商禮你要不要包白包 也要嘛 所以重點不是錢 而是因為錢可以代表我們的心意 是我們的真誠 那這個情況底下 不管你有沒有錢 你就算只包600好了 我包給我的阿伯 取之於阿伯 小時候拿阿伯的錢 現在當然要用之於阿伯嘛 對不對 對 取之於媽媽媽也要用之於媽媽媽 哪有不包的概念 對 最後我想要說了 紅包就是一個親戚之間的 金錢的循環跟流動嗎 今天親戚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會彼此互相講好 我包600你也包600 所以這個情況底下 根本沒有浪費的問題嘛 身為台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三年四班辯論小老師的我 沒有阿伯 有沒有 我有選項可以賺 想說 包紅包這個就是一個資本主下 噁心的產物 我快吐了 為什麼要包紅包 剛剛開頭獎 包給爺爺奶奶6千 包給什麼朋友3千 幹嘛你們把他當酒店小姐是不是 為什麼爺爺奶孝順需要一個價格呢 我錯 我跟你講包紅包這件事 根本就是一個 醜陋的肉洗 包紅包這個數字就是代表孝順嗎 沒有 難道你對於那個數字 你難道不是現在 把他當一個炫耀的東西嗎 我就問喬欣 您過年 你包2000 給你媽媽 你姐姐只包1500 你要不要心懷不滿說 為什麼他只包1500就過了 我包2000 老年就換了500 安靜其他事 買太 買太 你不是換我 你不是換我 來再來 為什麼要包給親戚朋友 為什麼 我們這個是個肉洗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就是被這個肉洗的 這個風氣下長大的 我來不及糾正我的過去 我要改變大家的未來 小時候大家就跟我說 爸爸媽媽跟我說 遇到鄰居新年快樂 錢就來了 我跟你講 我就是養成這種習慣 我看到叔叔阿姨新年快樂 他們沒有給我錢 我本來就 這個叔叔阿姨不行 我開始不孝順他 對他們沒有禮貌 這是什麼 爸爸媽媽會給我們的 壞觀念 爛觀念 為什麼過年就是要紅包 而且為什麼跟孝順就是要紅包 錯了 你平常難道不夠孝順嗎 需要這幾個撤錢 來代表你很孝順嗎 你這個 噁心鬼 對不對 說老實話 拿紅包不會發財 發紅包不會破產 但是會傷感情 這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面說 這叫做愛的傳承 你好好仔細想一件事情 我們小時候我們爸媽有沒有說 這個紅包 爸爸媽媽先幫你存起來 有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到底存到哪邊去不知道 你收到紅包的時候 你敢不敢在你親戚面前拆開來 不敢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拆開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價值跟價格 在對方的親戚朋友身上到底值多少 包怎樣的金額都不對 你要不要包得太多 你要不要包得太少 所以呢 如果你包太多的時候 你的親戚說 哇 你在那邊裝大方 自己拆的也沒那麼好 你包太少的時候 他就說 你賺的明明就很多 你就很小氣 所以讓我們的過年 活到好好的 我們就送個湯包吧 包紅包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是無傷大雅 好像一個小小的舉動 對不對 但是他親責呢 可能導致家人自戚的嫌棄 中的家破人亡 沒錯 我跟你講 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呢 就是你 如果你家族越大的話 你自己算一算 你一年總共要包出去多少紅包 沒錯 兩三二三十個對不對 小責對不對 對然後兩三萬就這樣噴掉了 那是不是其實大家講老實話 很多人在現今的社會當中 光想到這兩三萬就想說 那我倒不把這兩三萬省起來 我出國去玩啦 我去日本玩 去泰國 把快樂建築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 變成是說 過年包紅包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讓所有家人團聚的 結果呢 大家到過年反而 變成壓力 對變成一種壓力 大家反而偏偏要閃避這些事情 然後變成說 應該要團聚的時間 沒有辦法團聚 這就是粉末導致 失去了過年包紅包的原本的意義 你紅包要包多少 要包多包少 這是一個心意 這就是一個習俗 但是你為何要把一個這麼好的習俗 去把它牽扯到 而且重點來 不一定是所有的傳承下來的習俗 都一定是好的 比方說像鬧洞房這個習俗 鬧洞房這個習俗 以前古代也是有的 但是我們現在 就是大家可以開開心心的 就是大家婚禮完以後 就不要進行什麼鬧洞房 沒有意義嘛 把人家心涼灌準的那種事 把人家心涼灌準的那種事 把人家心涼灌準的這種事情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意思是說 紅包這些 對紅包這些 這個習俗 有可能是 我們傳承下來的 是一個習俗沒錯 但是我不一定要 讓他這個惡習 繼續留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